好 再来看到呢 核四争议不断 大家要想办法省电 在苗里有个省电达人 他在屋顶除了家装 四座风车还铺了太阳能板 两个月下来 电费最多只要30块钱 不仅省电省到家还可以赚钱 把多出来的电转卖给台电 一年他可以进账16万元 四座风车在屋顶上转啊转 住在苗里的这户人家 特别的引人注意 我当初装这个时候 大家以为我是疯子 有钱没地方发 十几万我可以用 他可以 十几万的电费可以用很久 三年前屋主班新家班斗志 砸了十多万 加装了四座风车 一开始被邻居笑他傻 不过现在要反过来 羡慕他了 我三年就回本 两年到三年我就回本 等于这套设备 我可以用25年以上 甚至一个世纪 会不会觉得很羡慕呢 那当然了 他很省电啊 哎呀 他自己用就够了 所以现在屋主有个新绰号 就叫省电达人 说到省电 他真的是第一名 除了有风车 在屋顶上还铺了太阳能板 白天加晚上 不管有风还是有太阳 几乎24小时都在续电 一家五口的用电 已经完全能 刺激自足 回想之前没有风车 也没有太阳能板的时候 一家五口的电费 两个月就要缴7000多元 现在平均两个月 电费最多要30元 省电不仅省到家 而且还能赚钱 多出来的电 转卖给台电 一年还可以进账16万 两个月20几块 就是那个基本费而已 对对对 因为我跟台电市电并言 他会先储存在台电那边去 晚上要是说没有工的时候 他再从台电那边拿出来用 夏天到了 电费也跟着蠢蠢欲动 原本是要花钱节电 没想到三年就回本 电还多到能再转卖 真是线上许多人 接着彭志明苗栗 采访不到